迪丽热巴今年将活跃在各台晚会之间,观众们不仅能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看到她的身影,还可以见证她在北京春晚舞台上来回切换各种不同身份的神奇场面,因为迪丽热巴不仅要参与晚会主持工作,还要表演歌舞节目。 当然,最令大家意外的,则是迪丽热巴首次出演小品这件事,迪丽热巴最近忙着参加央视春晚的彩排,中途被路人拍到照片,不过即便是戴着口罩,也依旧能感受到她的绝美颜值,穿着一件粉色的翻领大衣的热巴,因为室外气温较低的缘故,下车时将自己紧紧抱住,而她的眉宇间又显得英气十足,所以看起来又撒又可爱。 虽然猜不到迪丽热巴在央视春晚舞台上所表演的节目,但是,她在北京台春晚的造型,以及小品花絮早已曝光,这让一些关注迪丽热巴的粉丝们欣喜万分,毕竟可以提前了解到,喜欢的明星在春晚上的动态,也算是望眉止渴,初次体验小品演员身份的迪丽热巴。 这回碰到的男搭档,是知名喜剧人宋小宝,因为不再是张艺兴,黄景于那一类的帅气男星,所以,两人完全不用避嫌。 以至于编排的小品内容,怎么夸张怎么来,竟然安排迪丽热巴与宋小宝,在众人面前相亲,貌美如花的热巴,在小品里变成了常年相亲单身女青年。 而宋小宝,则干脆改名成宋冷酒,仅仅看名字,就有种强凑CP的意味。 那么,你期待迪丽热巴,在今年春晚舞台上,和宋冷酒的精彩合作吗?